北鸣有鱼,其名曰坤,坤之大,不知其几千里也,化而为鸟,其名为鹏,鹏之背,不知其几千里也, 鹏而飞,其意若垂天之云,是鸟也,海润则将洗于南鸣,南鸣者,天使也,其邪者,智怪者也,邪之言曰,彭之洗于南鸣也,水积三千里,团符圆而上者九万里, 去以六月西者也,野马也,尘埃也,生物之以西香炊也,天之苍苍,其正色也,其远而无所至极也, 其是下也,异若是则已矣,且夫水之机也不厚,则其复大洲也无力, 赴杯水于奥塘之上,则戒为之舟,至杯烟则骄,水浅而舟大也, 风之机也不厚,则其复大意也无力, 故九万里则风丝在下矣,而后乃金陪风, 背负清天,而莫知妖恶者,而后乃金江图南, 调语学揪孝之曰,我血起而飞, 强于方,实则不智而空于地而移矣, 西已知九万里而难为,是莽仓者,三参而返, 富有果然,是白里者,素冲凉,是千里者,三月巨凉, 这二重又何知,小智不及大智,小年不及大年, 西已知其然也,昭君不知惠朔,惠姑不知春秋, 死小年也,楚之南有明灵者,以五百岁为春,五百岁为秋, 上古有大春者,以八千岁为春,八千岁为秋, 而彭祖乃金尼酒,特闻,众人匹之,不亦卑乎, 商之问及也是已,穷发之北,有明海者,天池也, 有余烟,其广数千里,未有知其修者, 其名曰昆,有鸟烟,其名为棚, 背若泰山,亦若垂天之云, 团扶摇,仰角而上者九万里, 绝云戏,复青天,然后图南, 且是南明也,赤燕孝之曰, 彼且西市也,我腾月而上,不过树刃而下, 翱翔彭蒿之间,此亦非之智也, 而彼且西市也,此小大之便也。 故夫知孝一官,行彼一乡, 得合一君,而争议国者, 其次事也亦若此矣, 而宋荣子犹然孝之, 且举事而欲之,而不加劝, 举事而非之,而不加举, 定乎内外之分,便乎荣辱之境, 思宜已,彼其于世, 未朔朔然也,虽然, 有有未处也, 夫列子,御风而行, 凌然善也, 寻有五日而后返, 彼于智福者, 未朔朔然也, 死虽免乎行, 犹有所待者也, 若夫成天地之正, 而欲六气之便, 已犹无穷者, 彼且乌乎待哉, 故曰, 智人无己, 神人无功, 圣人无名,